开心见诚港 开心见诚港 祝你愉快 我是跟你一起积极到底的Raymond 有没有发觉到呢 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对自己的未来 人生都很有规划的 特别是赚钱那方面的计划 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个好爸爸 好妈妈 所以当我们问到那些人 为什么你想拥有这么多钱呢 大家都会很无私地回答 为了一个抖忌 希望有了钱之后 他们可以煮好一些 吃好一些 回好一些的学校 最重要的是 希望日后有钱了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他们了 听起来又真的挺感动的 而且好像又挺行得通的 但是当我们认真地想心一层 似乎又不是太符合逻辑 因为一个人可以赚到很多钱 即是表示他的生意搞得很好 甚至做得很大 是吗 既然是这样 又怎样可能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安排出来陪子女呢 相反的 极有可能 连本来给子女的些小时间都要牺牲了 由此可见 大部分的人希望赚很多钱 最主要的目的是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 比如跑车 欧洲旅行 名牌等等的占有品 但是呢 又不希望自己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 变成一个自私的父母 因此就将为子女好的理由呢 当作奋斗的目标 这样才可以心安理得嘛 喂 是真的 Facebook啦 Instagram啦 微博呢 是不会骗人的 换言之 那些社交平台呢 反而将我们完全的出埋 试想一下啦 有了一部新车 名牌袋 欧洲北极旅行啊 这么有成就的大件事 怎可能 怎可以只能藏在心里面 不让别人看 不让别人知道呢 而且 儿子女都一起旅行的嘛 不算了命啦 反而是一种感恩的分享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 钱钱这些东西呢 越稳越多就越忙碌 逻辑上 是没什么可能使得我们更自由的 否则 就不会有这句说话啦 看小阵都不行的 再不是呢 就是 看小阵就出事的啦 意思就是说 除了自己 是不会有人比我们更加上心的啦 到头来 现实告诉我们 生意越大越 没办法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拨出来 所以呢 近年就出现了这个字 Quality Time 有质数的时间 或者叫优质时间 这个世界又再为我们 找到一个更好的安慰啦 爸爸妈妈 你们的付出是伟大的 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你们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所以呢 不要自责 虽然我们陪伴子女的时间有限 但是我们可以把握紧有的时间 好好地利用它 与子女有个优质的相聚 才是最重要的 所谓时间不在乎长短 最重要有Quality 有质数 不是吧 我们真的这样认为 我们真的相信只需要 嘀嘀这么多的时间 就可以聆听 圈导 鼓励 教育 糾正 建立子女的心理 心灵 思维 态度 再说啦 那些所谓的Quality Time 正正是我们最累 最眼睡的Tired Time 是不是呢 所以呢 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摆了多少的心血 心思甚至口水 才有今天在事业 生意上的成就 更何况 子女的生命 不是更加应该 摆多些时间 精神下去吗 喂 大哥 人命哦 成长有阶段 有不同的挑战和遭遇的哦 说真的 miss了一部分都不行啦 是不是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到底我们想怎样呢 鱼和红掌 不可兼得 这个道理 我们是很清楚的 所以要记住 当我们的思绪 很乱的时候 怎么做 回到原点 初心那里 重新的看清楚 本来就单纯的计划 这样 我们就可以取得平衡 继续在正确的路上 埋进 才不会两头不道岸 其实 如果只要做个 爸爸妈妈的职份 很简单的 子女有书读 喂饱他们 整部手机给他们 日打机夜打机 搞定 但是 要做个好爸爸 好妈妈 就不容易了 而最大的牺牲就是 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 就是说 从今以后 所追求的 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的益处 喜好了 而是为了子女 家人 有些事 我们可以勇敢的拒绝 不去做 因为我们知道 有些事比金钱更加重要 开心见诚港 由我Raymond 跟你一起积极到底 加油了 朋友 有些事比金钱更加重要 有些事比金钱更加重要 我购物 请稍ên